列车前方到站,淮北站,请检查好您的行李和物品准备下车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淮北 对它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是一座看上去很新的城市 而且很有活力,一下火车就能看得见山 简单的了解后才发现,这座城市不仅能看得见山,还能望得见水 淮北市,安徽省下地级市,位于安徽省的东北部,淮河之北 一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它是淮河文明孕育的发祥地之一 就在大约4000年前的夏朝前期,居住在现在的河南桑丘一带的桑族部落首领巷土 来到巷城建立城郭,也就是现在的淮北 淮北,随着相城文化的烙印,深深的留在了这片土地之上 这里是楚丰旱运的发源地之一 这里也是隋唐大运河的43公里 可以说淮北是一座因历史而新的城市 而今天的淮北市,却又是一座因梅而建,因梅而新的城市 从1960年到今天,淮北的煤炭开采量达到了10亿多吨 淮北的发电总量达到了4亿多度 可以说淮北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淮北作为我们中国早期的三大煤都之一 它非常成功地成为了中国资源性城市绿色转型的样板模范 在淮北随处可见的风景和绿化 让我们忘记了淮北它是一座煤矿资源型城市 淮北是国家园林城市 全国卫生先进城市 全国科技进步城市 全国无障碍建设城市 智慧城市 全国创业先进城市 全国文明城市 走前走外 不如淮河两岸 淮北不仅是一座生活安逸的城市 更是一座非常适合创业的城市 我这次来淮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看望我这个老同学大刘 我们都是来自中国的烘焙之乡江西英潭 大刘说他几乎走遍了安徽的各个县市 经过比较 最终他还是决定了留在淮北这座城市 可能因为我们俩在晚北生活太久的原因 饮食和习惯已经逐渐北方化 大刘说他特别喜欢吃淮北的炭锅鸡 我在泰河其实也经常看到打着淮北招牌的炭锅鸡店 所以我在泰河也经常吃 地锅鸡也是我们经常爱吃的完北美食 第一次吃淮北烫面感觉特别特别的鲜美 淮北人对烫面的情怀就像泰河人对板面一样 吃到了就等于到家了 还有我们 coming out mommy 他们平静 在哪 涉及